假如你偶然碰见一只奄奄一息的鲨鱼 你会选择善良救治它 还是装没看见的经过 壮壮可不敢随意接触这种危险生物 万一它发疯 可能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 越南的一个村庄 曾经就被一条鲨鱼团灭了 不管白天黑夜它的嚎叫声 都充斥整个村庄 村民以为躲在家就能幸免折磨 结果房瓦都被鲨鱼撞得稀巴烂 它把村民的尸体统统咬碎 然后甩得到处都是 在那很长一段时间 隔壁村都能闻到那里传来的尸臭味和血腥味 恶心的几个月吃不下饭 不过到底是什么深仇大院 让鲨鱼如此残忍对待这个村庄呢 据说点赞关注壮壮的小伙伴都会走好运 实际上这只鲨鱼还是幼崽石 被海浪冲刷到岸边 撞到礁石后受重伤 路过的大壮不忍心鲨鱼再次搁浅 于是偷偷把它带回自己的木屋悉心照顾 鲨鱼才慢慢地恢复身体 并且日渐茁壮成长 本来日复一日的安稳生活 却被那年的饥荒打破的宁静 村庄里能吃的基本都被村民争先恐后的瓜分了 善良的大壮 就算再饿也要把食物分给自己的几只小宠物和鲨鱼 结果不知是谁开始带头 觊觎大壮家的动物 带着一群人上门讨要 各种道德绑架大壮 但大壮极力反对他们的说法 眼看大壮意志坚定 饥饿的村民直接撕破脸 开始对大壮大打出手 用随身携带的武器在大壮身上砸出好几个大骷髅 旁边的狗狗和猫猫对他们不停吼叫 大壮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中 鲨鱼一声怒吼从池中跃起 直接拖下了几个殴打大壮的村民 不到一分钟 村民一一被鲨鱼撕成碎片 池水填满鲜血 其余的村民健壮想要猎捕鲨鱼 但却不是他的对手全部葬送在鲨鱼的口中 木屋很快又恢复平静 只剩下小猫和小狗趴在大壮尸体边滴吼声 鲨鱼也因此被激怒了 开始在游荡在村庄每一个角落 发出愤怒的吼声 好像再给村民下死亡通知